表态参选基隆市长的前移民署署长谢立功 他的国民党新著名工作委员会基隆服务中心今天揭牌 新著名立委林立禅 国民党籍议员吕美林及蓝敏黄都到场响应 多位新著名穿上自己国家传统服装出席 让人眼睛一亮 谢立功表示 基隆新著名人数约一万多人 基隆服务中心节排位的是服务基隆地区的新著名 同时为新著名的下一代扎根 立委林立禅说 谢立功是国民党新著名工作委员会的主委 他的经验给修法很多的力量 自从谢立功当移民署长后 翻转了大家对移民婚姻的刻板印象 且对新著名从管制变成辅导 辅导就业变创业 从国内走到国际 未来希望从基隆起头 往全神跑 借助新著名的语言 或是母国的优势 协助台湾走向世界 他说 谢立功读书 就学 在基隆长期一根语言 他也是未来可以协助新著名二代青年 为基隆连结国际或两岸很棒的人 谢立功说 这两年接触很多基层朋友 青年这块也是他着力的重点 国民党不只要稳住传统选票 还要开座中间选民及新著名 新著名的第二代慢慢长大 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 甚至让所有的年轻人觉得基隆是有希望的地方 要有觉得有希望 一定要选一个好市长 基隆的建设才会快 未利于OPEN 谢立功研究室的国民党新著名工作委员会基隆服务中心 今天接台记者无熟军摄影 分享未利于OPEN 谢立功研究室的国民党新著名工作委员会基隆服务中心 今天接台记者无熟军摄影 分享未利于OPEN 谢立功研究室的国民党新著名工作委员会基隆服务中心 今天接台记者无熟军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